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让你送去干洗店吗 反正我闲的也是闲的 干洗店还得花钱 不料我话还没说完 王辉就把手里的鞋子往阳台上一摔 气冲冲的进了卧室 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我不明所以 刚走到卧室门口 就听见王辉打电话向张成哭诉 你妈就知道添乱 我叹了口气 坐在沙发上折磨眼泪 早上王辉拿了一双鞋子 让我下楼买菜的时候 顺道送去干洗店 他塞给我五十块钱 就活起活了的上班去了 我一看这双鞋不知道穿了多久 又脏又旧 鞋面还有很多黑色的污渍 我心想 洗双鞋要五十块钱 这也太贵了 而且店里洗鞋量大 保不齐 忙中出错 哪有自己洗得干净 放心 于是我接了盆水 就把王辉的鞋给洗了 也许是因为日久年深 上面的屋子很难清理 我特意到了点漂白剂 才把鞋子刷得白白净净 我原本以为王辉会感谢我 没想到他看见白净如新的鞋子 竟然大发脾气 他说 这双鞋的款式就是又脏又旧 跟瓷器做旧一个道理 鞋面的黑色污渍 也是出厂就有的 干洗店会有人 专人护理 而我把他全毁了 他还说鞋子是他花了三千 找人代购的 现在屋子没有了 穿出去 别人会说他穿的是假货 现在他就是一双普通的白鞋 连三十块钱都不值 王辉扔下一句话 红着眼圈 衰猛而出 我呆愣在原地 没想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为了半天劲不说 还唠了一通埋怨 我叫秦芳 今年五十岁 十年前 老伴因为车祸意外离世 当时儿子还在上高中 正是花钱的时候 我们孤儿寡母的 总不能靠着赔偿金过一辈子 所以我咬了咬牙 凑钱爬了一家小吃店 虽然前期很困难 但好在有亲朋好友的帮衬 店里的生意蒸蒸日上 收入也够维持我们娘俩的开销 张成大三那年 告诉我 他谈恋爱了 女友和他一个专业 名字叫王辉 说实话 第一次见王辉 我心里还挺忐忑的 毕竟王辉家里是开建材公司的 家境优越 他又是独生女 而我家唯一值钱的 就是这间不大不小的便面了 跑去个相开支 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我默不准王辉会不会嫌弃 没想到 王辉虽然家境优越 却一点也不娇气 他不嫌我们住着出租屋逼走 还经常到店里帮我打扫卫生 洗碗 传菜 大家都感叹 张成能娶到王辉 这是积了八辈子的德 我心里乐开了花 两人一毕业就领了证 我挣的钱大多 供张成上了学 但我还是想方设法 给他们在县城 交了一套两室一厅的首付 亲家母说 小两口都在市里上班 不经常会县里住 他心动我挣钱不容易 但俩人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 他们决定陪嫁一套 市里的三室两厅的房子 望着乖巧董事的王辉 善良体贴的亲家母 我也是劳力纵横 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的平荡而幸福 没想到一场突如一来的疫情 弄得我们这里又是封城又是静默 小吃店被迫暂停营业 没了经济来源 但每个月六千的房租还是照付 好不容易等到负商负市 店里的流水少了大半啊 坚持了两个多月 不但没有起色 每天还要倒赔两百多 张成提议 让我把小吃店关了 把县里的楼房租出去 换点零花钱 我搬来和他们一起住 这样不仅能减少开销 还能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补充营养 妈 我太想吃你做的饭了 这阵子我吃外卖都快吃吐了 张成在电话那头抱怨 我担心王辉不同意 张成说 他已经跟王辉商量过了 人多吃饭也相忙 这是王辉的原话 于是我放下思想包袱 收拾了一下 就坐上了儿子来接我的小轿车 但等到真正生活在一起 我才意识到 什么叫婆婆难当 老人难住 一开始 我和王辉相处的还算和谐 他给我卖爱吃的点心 我也会准备营养美味的饭菜 等他们回家 直到有一天 我无意中听见王辉 跟张成念叨 我经常不冲马桶 弄在厕所里抽烘烘的 天地良心 我小姐玩不冲水 不是因为邋遢 而是为了节约水费 每次上完厕所 我还会用王辉 不要的过期香水喷一下 这又是香水 又是开窗通风的 也不知道哪里就臭了 我本想进去解释一下 又怕王辉误以为我在听墙根 我叹了口气 只好每天啊 把桃米一洗菜 洗一拖地的水收集起来 每次上完厕所 就用他们冲马桶 没想到王辉还是不满意 妈 以后不要用废水冲厕所 马桶里又是菜叶 又是污水 爱赌下水倒不说 看着也不卫生 他虽然是笑着说的 我心里却不痛快了 王辉口口声声说 水费花不了几个钱 可不当家不值柴米贵啊 等以后有了孩子 花钱的地方更多 他俩花钱大手大脚的 我不帮忙省着 到时候一家子喝起北风吗 因为这件事 我和王辉第一次有了矛盾 虽然没在明面上又吵又闹 但到底是有了心结 马桶的事刚过去没多久 就因为刷鞋引发了风波 刚才王辉是红肿的眼出去的 我担心他出事 就给正在上班的张成啊 打了个电话 张成说 他已经温言软语 百般讨好的哄国王辉了 王辉也承认自己当时太冲动了 不该给我甩脸子 听见儿子为了我 在王辉面前这么低眉顺眼 我真是又自责又心酸 张成说 自己和王辉先在酒店住一晚 这样我俩都能冷静冷静 挂了电话 我躺床上 发了覆去的睡不着 没想到因为一双鞋 竟然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第二天一早 张成和王辉回来了 王辉手里捧了一大束玫瑰 脸上挂着歉疚的笑 他把花递到我手里 妈 今天是520 我和张成送您一束玫瑰 我们都爱您 我鼻子一酸 不禁红了眼圈 张成说 这又是周末又是520的 他要和王辉去过二人世界 午饭就不回来吃了 我心里松了口气 只要王辉气消了就好了 外面天气晴朗 我一个人憋在屋子里 闷得慌 索性抱着王辉送的玫瑰花 在小区公园里散散步 一来活动活动身子 二来显摆显摆儿媳妇 送我的爱心礼物 不料 我刚绕着花坛走了半圈 就听见一对小情侣在吵架 原来南方没有买到玫瑰花 姑娘生气了 吵着闹着要分手 小伙子无奈的说 鲜花销亮火爆 他跑了很多花店 都说卖光了 你就是不重视我 姑娘哭得梨花待雨 喊叫着 今天没有玫瑰就分手 都说 宁差十座庙不毁一桩婚 我从玫瑰花树里抽出一只 递到了小伙子面前 他又惊又喜 拿着玫瑰 连痘袋劝的 哄好了女友 最后他非要给我20块钱 我说不要 一朵花而已 哪值这么多钱 男生说 今天一花难求 就是一朵50块 也有人买 他趁机把钱塞进我的衣兜里 然后牵着姑娘笑着跑开了 我低头数了数 我这一树有13朵 一朵20块 这一树花就是260块 我原本以为这树花就230块 没想到居然这么贵 我不禁想起啊 自己每天辛苦攒水 省水费的场面呢 260块 这得买多少吨水啊 今天一花难求 就是一朵50 也有人买 那个小伙子的声音 又飘回我的耳边 我一拍大腿 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一对对情侣 怀着希望进入花店 又满怀失望的离开 店内货架空空 店外的姑娘们 羡慕着望着 其他女生手里的鲜花 娇称的埋怨男友 为什么不早点订购 我拆开玫瑰花束的包装 以一只50的价格 沿街叫卖起来 卖花的 卖花的 一只50 先到先得 不一会儿 我周围就聚了一堆人 那些小伙子 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般 赶紧掏钱买花 阿婆 你这花卖得有点贵啊 有人吐槽 我想起扔掉的包装纸上 印着一句话 赶紧清了清嗓 大声说 小伙子 玫瑰有价 真爱无价 这句话 引得众人 拍手叫好 我全要了 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吃了一惊 还剩十只花 全买了要500块啊 真好横啊 一扭头 我吓的手一松 把花 掉在了地上 王辉一脸复杂的 站在我身后 旁边是脸色 比她还要复杂的张成 我拉起王辉的一只手 我就是觉得 这束花挺贵的 你们挣钱也不容易 我把它卖了 还能补贴家用 县城那套房子 还在还贷 我就是想帮帮成儿 不想让她太累了 王辉甩开着我的手 她一脸不耐烦地说 张成一个月挣6000 还2000的房贷 还能累着她吗 妈就是想替你们省点钱 我伸手开了开眼角 省钱省钱 天天这么省 我也没见你 省成首付 王辉突然大叫一声 用高跟鞋 把那些玫瑰 踩了个稀巴烂 不想要就别收 把儿媳妇送的花 家家卖出去 你搁这儿恶心谁呢 不等我开口啊 王辉就哭着跑开了 张成一着急 也撇下我追了上去 看着红艳艳的玫瑰 被踩成一滩蓝泥 我又心疼又委屈 没想到 我卖花不退家用 竟然被王辉说成恶心她 经过这么一闹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相处了 我打算搬回县礼 和租客的合约还没到期呢 我单方面终止 要赔委员金的 可租客不搬走 我又没地方住 在外面租房 我又没钱付房租 关键是 我一走了之 不知道王辉 会不会把对我的怨气 发泄在成儿身上啊 之前因为双鞋子 张成就低声下气的 现在我俩闹了一顿 王辉不知道要怎样 为难我的成儿呢 想到这儿呢 我心上一紧 顾不得心疼那摊 玫瑰烂泥 只是快不得往家里走去 路过楼下的肉店 我想起王辉 最喜欢吃黄豆炖猪蜘 我心想 就当是为成儿滴回头 我攥着靠花 挣来的一百块钱 进店买了几个大猪蹄子 妈 我们出去一趟 晚点回来 张成在茶几上 留了一张纸条 每次王辉生气了 张成就会带着他 逛街购物 上次买的十来件衣服 他连吊牌都没捡 现在还搁在 衣柜角落里积灰呢 两个小时后 猪蹄顿好了 想两口也回来了 不出所料 王辉在前面哼着小曲 喝着气水 张成跟在后面 拎着大包小包 金金都抱起了 我赶紧上前帮着卸货 挥挥 吃饭了 我照顾着 我今天减肥不吃了 王辉啃着一个苹果 进了卧室 妈 我也不吃了 张成 欺畅负随 也劈颠劈颠的 进了卧室 我刚想去敲门 告诉王辉我炖了 他最爱吃的黄豆猪条 转念一想 减肥期间 最忌讳吃肉 不管他是真减还是假减 既然他说了减肥 我再吆喝他吃肉 万一他误以为 我再挑衅他呢 只是可惜了 那锅猪蹄子 下顿再吃就不好了 趁着儿子出来上厕所的当 我告诉他 出来一趟 我有事跟他说 儿子同意了 晚上11点多 儿子果然出来了 我把他带去厨房 打开那锅 炖猪蹄 给他盛了满满一碗 两个人争吃的不依二户 那一只手呢 从天而降 端起锅和碗 就往地板上砸 猪蹄和黄豆撒了一地 锅和碗也就摔烂了 王辉插着腰 一脸怒气的指责 我们吃多事 我脸忙解释 因为他在减肥 我替吃肉的话 怕他误会 我替吃肉的话 怕他误会 而且炖的猪蹄 下一顿再吃 味道就不好了 专家也说 不利于身体健康 专家专家 你就是那个专家吧 王辉 冷笑一声 我说今天减肥 又没说明天后天都减肥 舍不得让吃 就直接说 别在这侮辱别人的智商 王辉气急 让我明天立马搬出去 张成被吓得 跟个小鸡仔似的 站在一旁 也不敢吱声 我心里也打定了竹鱼 要搬出去住 王辉是个好儿媳 我也是个好婆婆 可是生活习惯不一样 住在一起都遭罪 破戏期间 保持点距离吧 才能更好地相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要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华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自信给我了 翠华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的 我想说明里的阶段